另一個令人揪心的場景 發生在玻璃維亞 一對樹懶母子 最近才剛在森林野火中獲救 卻又碰到野狗追逐 導致母子失散 小樹懶後來哭著找媽媽 哭聲喚起了母親的注意 當她吃力地緩緩爬向小樹懶 母子終於團聚相擁時 連人類看了也相當感動 與母親走失的小樹懶 哭著找媽媽 稚嫩尖銳的叫聲 令人揪心 這時被野狗趕跑的樹懶媽媽 聽見寶寶的呼喚 終於回過頭來 看著她拖著受傷的身軀 一步一腳印爬向小樹懶 旁人忍不住為她加油打氣 不久她總算爬到孩子身邊 只見她一把抱住寶寶 對她又抱有親 母子團圓這一刻 讓人心也跟著溫暖起來 這段動物間的感人故事發生在玻璃維亞 最近當地有爆發多起森林野火 至少四個自然保護區面臨威脅 這對樹懶母子好不容易自野火中被救出 但抵達中部城市特里尼達時 又碰到野狗追逐 導致母子失散 保育人員利用母子的天性 果然讓樹懶母子得以重逢 這對樹懶母子經過保育工作者的細心照顧 目前已經恢復健康 重返自然保護區 公視新聞在惠敏編譯 保育人員立即可 保育民 學吉 技 果然